也同時是一些physically的土地 一些真實的流氧 即是跟一些地或者一些山石頭有關的東西 然後是倒塌 弄死人 摘死人 撥死人 或者一些人是失足在一些高的地方 是天然的 例如真是一座高山 還是人造的建築 高樓大廈 都會有一些崩潰的狀況發生 而這個東西是 further reinforced by 我這裏要講的天土四分 OK 在金流座有粒 現在我在這裏 predict 就是真是一些physically你摸得到的土地和石頭 我很擔心接下來這些東西 會是直接造成一些身體上的人命傷亡 石頭 山 石屎 在這些地方 會遭受到徽燃之間的雷擊 OK 麻煩你接下來 在你走路 你走街 麻煩你要看下 當天看地 在天的話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突然倒下來呢 一字幾指約土 一字幾指約地 土地 山石 這些東西 麻煩你接下來要小心 造成人命傷亡 祝大家接下來是一場如意 不幸地昨日1月8日 在巴西的東南部有一個湖泊 懸崖上面的岩石是大型的塔崩 接下來就擊中了一些觀光小艇 造成至少7死32傷 其中9人重傷 仍然留意 而3人失蹤 首先在這裏說聲 南無阿彌陀佛 也都請大家接下來小心一點 還有我們在這條片的最後 是會有一條驚心動拍的 Footage 給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接下來 真的要非常之小心留意 日常生活的 這些事情 而在我出完 東志那次的星盤分析以來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真的發生很多的墮樓事件 我很記得我出完東志星盤分析 一兩天左右 就發生了CEO墮樓 然後在昨天1月8日 就有朗浩坊女子墮樓 而且真的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是很多很多墮樓的新聞 所以其實接下來 我上次本身的星盤分析都說過 一直到春分 今年的春分 麻煩大家也要小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